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,特别的一个,暗示他在转会市场上,没有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,他声称,我想在签两名球员,可能只会来其中的一个,几个月前,我给了俱乐部一份,在签五名球员的名单,我等着看看高层能否给我签下其中的一人,莫莉妮傲口口声声说自己缺乏和街上的支持,但事实上,自从他入主老特拉夫的后, 曼联在印钞Big六中的净支出排名第二,自2016年夏天以来,红摩已经投入了3.825英镑,而收入仅为800050万英镑,净支出高达3.02亿英镑,期间只有同城死敌曼城的净支出3.88亿英镑高于曼联, 蓝月亮在转会市场上砸下了5.18英镑,卖人收入为1.3亿英镑,净支出比曼联多8600万英镑, 曼联相当于就是比曼联少买了一个马贵尔或者米林科维奇,尽管如此他们的球员并不弱, 但成绩却有着天壤之别,落后对手多达19分结束上个赛季就是很好的佐证, 利物浦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也中邦演员,演进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后卫和门将, 此外萨拉克,纳比开塔和法比尼奥的到来,也是红,人销最高潮汐的产物, 不过由于金明的销售策略,最明显的一笔交易,就是把户地尼奥卖给了巴萨, 红转的净支出院低于曼联,只有1.14英镑,此外,其他三强的净支出, 切尔西1.6851英镑,埃森奈1.61英镑和热刺760,0万英镑也与曼联相差甚远, 现在看来曼联的问题并不在于花了多少钱,也不是钱不够的问题, 而是穆里尼奥自身的问题,葡萄牙人偏重防守的策略疏远的红魔球迷, 他对自己球员的态度,也让球队势器降低到了冰点, 莫里尼奥可以随心所欲的指指点点,就像他2004年初来英伦一样, 球队的强度,进攻细域回防迅速的特点, 在莫里尼奥入主梦剧场的这两年时间里, 有时这些因素基本很难看到, 曼联上三季比曼城烧鸡19分, 进球数上38例,平均每轮少一例看看这只曼联的军火库吧, 随便挑出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, 伯格巴、卢卡库、德赫耀的猫入水地球首发名单, 桑切斯、马夏尔、林佳德、拉什福德赫猫塔等也可供莫里尼奥使用, 然而,在他的领导下,似乎只有林佳德表现得很好, 其他人都没能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发挥出来, 只面实力上, 麦联的球员也能像曼城和利沃普一样进攻水平泄地, 但事实上他们的比赛一次又一次沉闷无比, 上赛季, 麦联的进球数比曼城少了, 多达38例, 莫里尼奥几乎肯定会继续指责下去, 如果先赛季情况不能好转, 他还会归因于自己缺乏资金支持,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?